我們來到了首爾橋 以前廢棄的高架橋 這邊可以通話首爾跟明洞 我們大家可以走這邊去熱天朝食 或者首這邊去明洞 下面這邊是時速烈蛇拍攝場景 這邊有很多雞鞋 這幾天我就是很愛踩這些鞋 因為踩下去有一種療癒感 這座橋其實沒有什麼就是拍拍照 這邊的路人都會很匪夷所思的看著我們在幹嘛 他們一定想說這有什麼好拍的 就是外國人的概念 其實很漂亮我覺得 晚上應該加上一些燈光會好不好 這裡就是首爾車站喔 我們終於來到逛街聖地明洞 它旁邊好多小吃喔 這裡真的就是西門町 好香耶 對啊 都看起來好好吃喔 拍一拍就好了 我們要去找就是有一個 YouTube好像叫明倫 然後他推薦的超級平價的衣服 男女都有 據說一間大雪梯才要140塊台幣 我很期待 看是不是便宜又好看 在這裡 走下去吧 買起來 只有想要這種的小可愛LOGO 1萬塊 我想要這件 哇賽 可以啊有刷卡機 好出動開始買 吃巴色烤肉喔 真正的韓國巴色烤肉 不是桃園火車站 鞋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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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鞋 我們倒了很多天的蟹膏 走到了 就在這家Seven 只有Seven有賣 那我們走到了 好幸福 回飯店來好好品嘗 開香文 試試看韓國便利商店賣的蟹膏 它長這樣 我們就直接把它攪一攪吃 先聞聞看 這是海鮮味 喔 是新鮮嗎 那我想起了沖繩漁港 來囉 因為我們在飛行山內拿的筷子太爛了 我們就拿 咖啡杯的攪拌器 好燙 好燙 忍耐 來吃吃看 怎麼樣 跟觀眾分享一下吧 很好吃 可以再來個蝦 或是什麼當主餐 這就是類似佐料 但是這足以就是可以當一餐 裡面還有蟹餃欸 應該說鮮細的蟹肉 很好吃 很海邊欸 就是海邊吃的味道 好吃 再吃一口 好 yes 其實 很快 做吧 у